今天要開陣容 一起來跟我們關心的是棉花 棉花一婷從上個星期炒到今天 其實也是快要跨到一個星期了 今天最新的發展是什麼 我們持續在關心 新疆棉的爭議 現在引發了很多的 品牌的抵制風潮 現在大陸新疆相關部門 今天早上就召開國際記者會了 路透社的記者 也在這個記者會當中是提問說 如果有很多的企業 都跟H&M一樣表態的話 那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帶你聽一下大陸官員怎麼說 作為一個國際性的一個 這樣一個企業 應該看到這一點 那麼針對這樣的制裁 那麼包括新疆各的群人 在內的中國人民 都表達了憤慨之情 當然你們現在也看到了 一會兒可能還會有一些資料 給大家再看一下 都表達了憤慨 憤怒之情 那麼中國 早已經不是1840年的中國 那麼中國人民 遭受西方列強 那種霸權 霸凌 任人宰割的時代 一切不復反了 那麼中國人民 包括新疆各的人民 其中在內 也是不好惹的 一個最直接的表現 就不購買你的產品 我從網上也看到 H&M呢 你這個店裡頭就沒人去 那麼結果是什麼 你在中國的市場 還能撐得住嗎 還能賺到中國人的錢嗎 一分也賺不到 那最後受害的不是你自己嗎 好 我們剛剛聽到的大陸官員 感覺是滿強硬的 他說現在這種企業的經濟活動 不要政治化 因為抵制新疆棉的結果 可能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為現在很多大陸民眾 就拒絕購買了 當然傷害的是自家企業 不過現在我們說 棉花之亂持續延燒 其實上個禮拜很多的品牌 包括了H&M還有Nike 跟愛迪達都發表聲明說 不再使用新疆棉花 跟新疆的勞動力 大陸官媒網友很生氣 很多藝人也說 現在不跟這些品牌來合作了 不過大陸年輕人怎麼想 現在路透社的記者 就走訪了位在北京 H&M的專櫃 感覺上是滿冷清的 但是當地年輕人 對這一波的抵制潮怎麼看 我們來帶您一起來關注 我覺得我自己骨子裡邊 還是一個比較愛國的年輕人 所以的話至少是在當下的話 我可能確實是不會去購買那些品牌 然後之後的話我不敢確定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一些牌子 就是大家比較了解那些 年輕人其實就是購買那些牌子的那些頻率 還有就是各方面還是挺高的 所以是有一些牌子其實沒有那麼快就可以取捨 對就是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但是至少當下的話 我可能會盡量的不去看 然後不去買 但是最近肯定是 因為大眾話題這麼多 肯定是不會再去逛哪些店 估計過一陣的話 這些就會變得平穩 能夠會恢復 好 我們看到大陸年輕人說 現在到底要不要買這些牌子的衣服鞋子 現在是不會買 不過以後會不會買 可能再看看 繼續來看到現在 這個聯合國秘書長 也對這一次新疆棉花之亂 有發表一些意見 他說現在聯合國跟大陸在進行磋商 希望可以允許聯合國的人員 造訪新疆地區 但是有個前提是 不受限制的造訪 可以更深入了解當地維吾爾族人的一些處境 也希望為這一次的風波 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棉花之亂 現在進一步演變成美中的角力戰 而且是貿易的角力戰嗎 因為美國跟大陸 好 現在更對對方的官員 進一步來進行制裁 現在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先開嗆了 好 說白宮為什麼說 是大陸在主導品牌的抵制呢 好 環球時報又說 其實你們美國才是煽動者吧 還說相關的國家機構人員 如果不收手繼續上演 國際鬧劇也就是這樣子 抵制來抵制去的話 大陸也會對相關領域 進一步採取制裁的措施 而且可能會對這個 國際的非政府組織 也就是BCI 會不會納入了制裁呢 環球時報 好 說有可能 為什麼說到BCI 也會是制裁的一個對象 它其實是一個機構 是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這一次會捲入這個風暴 其實就是因為在去年10月的時候 他們有發表了一篇報告 這一篇的報告也跟現在HMM 還有Nike跟愛迪達 一連串的制裁活動 有一些點關係 因為他們就認定說 新疆有特定遭受到 強迫勞動的情形 所以現在這些品牌也表態說 不採購新疆棉了 好 風暴如果持續延燒的話 大陸官媒現在就說了 也可能會對BCI這個組織 來祭出制裁 不過其實新疆議題 一直都在延燒 過去幾個月 歐盟跟美國一直就 人權的議題 對大陸的官員制裁 新疆棉花只是個引爆點而已 其實說到新疆的議題 大陸當然是很多次的說 不要干涉內政 好 可是現在也大反擊了 因為27號大陸外交部聲明說 你們這些歐美國家 都是謊言跟虛假的資訊 要對美國還有加拿大 兩國的人員跟機構制裁 而美國進一步回應了 國務卿布林肯他就說了 好 現在在新疆發生的 新疆棉事件 有助於國際社會 對於新疆種族滅絕的審視 也跟盟友喊話 將跟英國還有歐盟 這些盟友呼籲停止侵犯人權 好 現在人在中東出訪的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他跟阿聯外長阿普拉普 會談的時候 也有人問他說 現在新疆棉的議題 你怎麼看 他其實就說了 異國人權應該是由 本國的人民來評判 不應該是由其他國家 依照他們自身好物 跟一些意識形態來斷定 似乎見直美國 好像這個意味很濃厚 好 我們說到這美中關係 滿緊張的 現在也在美國境內發酵 還記得嗎 前幾個禮拜的時候 在美國喬治亞州 亞特蘭大 這邊有三間 亞裔經營的按摩水療館 發生了重大的槍擊事件 好 全美在上個週末的時候 是發生了多起這種 各個城市大串聯示威抗議活動 希望不要再對亞裔有仇恨 有暴力 有歧視 好 這些抗議者就說 其實現在在美國 排華情緒很高漲 除了跟新冠疫情 有一些些關係 因為他們政治人物 想要甩鍋給大陸 還有對一些政治言論 把大陸視為威脅有關 可是現在大陸駐美國的大使館 也發布了公告了 提醒說在美國的企業的一些員工 或是留學生 華僑等大陸公民 要加強自身的安全戒備跟防衛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美中角力戰